如果问你 这俩字读什么呀 复旦那位著名的美女教授读毛智 不过也对啊 去了老字可不毛智吗 即便你认识 甚至你不屑一顾的告诉我 这俩字读茂迪 但是你知道这俩字的意思吗 可能你知道这是形容老年人的意思 但是茂迪具体指什么岁数的老年人 我估计十十八九都达不上来 同时我们也听过一个词 叫弱灌之年 似乎是对很年轻的人的称呼 弱弱的呢还还小呢 就给灌顶了就加灌了 这里的灌主要是指帽子啊 有个词不叫张冠礼戴吗 就是老张的帽子被老李戴了 这就叫张冠礼戴 再有说你衣冠楚楚 形容你很牛逼的样子 这叫衣冠楚楚 还有形容一个人呢不是个东西 这叫什么呀衣冠禽兽 意思就是你看这人穿的衣冠楚楚的 但是这人干的可不是人事 这叫衣冠禽兽 小孩一生下来 还在怀里呢 这叫强宝中的婴儿 强宝之年就是一周以内的 而两三岁的孩子呢 叫孩提时代 八岁的孩子呢 叫垂条 九岁的孩子不太好听 叫九龄 古代的人骂人 说你个黄口小儿 也敢来爷爷这儿 搬门弄府 所谓之黄口指的是十岁 叫黄口 十三至十五岁 叫五勺之年 这个五勺啊 解释的乱七八糟的 我呢 就不一错再错了 总之不是挥动马勺炒菜的意思 人十五岁了 在古代那就算是成年了 因此呢 也叫树发之年 就是把头发扎起来 不再披头散发了 十五至二十岁 这个历史还叫五相之年 挥舞着大象的年龄 其实这么解释可不对啊 您就是一百一十五岁 您也挥舞不了大象 其实这些这个之年 那个之年 大部分都是来自 孔子和他的学生 所写的礼记之内则 什么成童武相 学舍玉等等 如果说十五岁出长成 那么二十岁就彻底长成了 古代二十叫弱贯之年 始贯 集贯 贯年 七尺 都是指二十岁 三十岁我们最熟悉啊 儿立之年 立起来之后 读定一切 说话就到四十了 叫不惑之年 不惑的意思是 啥事都能明辨是非了 不再迷惑了 这也叫不惑 五十 我们更熟悉 叫知天命 意思是 人到五十了 成功也就成了 不成功啊 也就没戏了 所谓知 知天命 其实我的理解啊 就人活到这个岁数 对自己的人生呀 命运呀 社会呀 世界呀 都有了比较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并且深刻懂得成事在天 谋事不一定在人啊 听天由命 无所作为 也就无所作为吧 很多事 非人力可以控制 爱咋咋地 说白了 就是一个人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的成熟 这叫五十之天命 六十花甲 男的老头子 女的老婆子 古代人到了六十岁 叫破瓜之年 更难听 人活七十古来西 因此七十呢 叫古西之年 这个和时代有关 民国以前 人活七十古来西 现在还西吗 人均还七十多呢 人到了七十七 叫喜寿之年 人活到八十 叫旺八之年 不是旺吧啊 旺八 眼旺八十 其实尽管不是王八 我认为也有王八的意思 古人云千年王八 万年归嘛 形容一个人高寿 说你活得比王八还长 也不是不可理喻的 人活八十八 叫米寿之年 有人说米嘛 字拆开 不是俩八吗 因此呢 米寿单指八十八 在人八十至九十这段时间 就叫冒蝶之年 冒蝶老人 意思是这个岁数的人 人活到九十 叫旺九之年 我估计是从旺八之年来的 其实也叫台北之年 饭指老年人嘛 所谓是台 指的是台语啊 意思是指这个年纪的老年人的褶咒啊 和台语的班文差不多 因此呢 因此呢 叫台北 人活到一百岁 叫七亿之年 七代 一样天年的意思 也叫呢 人瑞之年 事实上古人啊 很少有人能够活到一百岁 因为那时候的医疗条件不成啊 一个小病就要命 上哪活一百岁下 所以说人啊 七代能活到一百岁 一样天年的那一天 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瑞啥意思 总之是个好词 对吧 瑞雪赵峰年 瑞就是吉祥如意的意思 祥瑞也是好词 对吧 连汽车还有奇瑞呢 奇瑞啥意思 这车出奇的好 这就叫奇瑞 因此说在中国古代啊 人能活到七亿之年 人瑞之年 是极少极少的 所以说这俩词啊 其实就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罢了 OK就到这 我是肥中板酱老李三 下期 发出了 发出了 给予金 小贤 最后 是 欢迎订阅 观看 有